天空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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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裡會藍色迷雾 就像我此刻體會的孤獨 我最需要的是一个好朋友 来填满我的心事 是一个好朋友 弟兄姊妹 欢迎再一次的在荧幕面前 跟你们来见面 跟你们一起来聚会 那么在今天这个的时间 我们要完全的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 用思旋 用乐器 如果你会的话 你也可以一同的来赞美 甚至我们要用歌声赞美 称颂荣耀耶和华的名字 好不好 让我们在今天找神 帮我们自己 帮我们的全心完全交托的时候 我相信神要用祂的灵再一次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你相信的话 在你的位置跟神说阿妹 让我们在这个的时间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亚 弟兄姊妹们 今天是个喜乐的一天 让我们带着个喜乐的灵来唱这首歌 把这首歌献给我们的神 阿妹 一下开手 你走位总让我轻叹 你拯救我脱离黑暗 争执意爱 色彩多斑斓 你丢掉我心中冲烦 你赐给我喜乐盼望 因你的爱 总能让我幻想 举心点手 你拎在我心里面唱一首喜乐 我不要抱上欢呼赞美你生命 Come on 我心拥留住这一首赞美是归给你 有何等喜乐 因我主与我同行 跳舞来赞美 来情歌 在你面前 主耶稣 何等喜乐 因你灵灵 主在这里 把最大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唱 你走位总让我惊叹 你拯救我脱离黑暗 争执意爱 色彩多斑斓 你丢掉我心中冲烦 你赐给我喜乐盼望 因你的爱 总能让我幻想 明明在我心里面唱一首新歌 我不要抱上赞美在美你生命 我心拥有出这一首赞美是归给你 何等喜乐 因我主与我同行 要不来赞美 来情歌 在你面前 主耶稣 何等喜乐 因你灵灵 主在这里 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交换我们的手 我们一起交换 我们一起交换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我们一起交换我们的手 我心拥有出这一首赞美是归给你 何等喜乐 因我主与我同行 何等喜乐 因我主与我同行 何等喜乐 因我主与我同行 何等喜乐 来赞美 来情歌 在你面前 主耶稣 何等喜乐 因你灵灵 就在這裏 再來一次我們一起搖擺的手 Come on 祈祢 把最大的榮耀掌聲歸給我們的聲 Hallelujah Hallelujah 是的神的靈就在這裏 神的靈在我們的心 神的靈也在我們的家 在我們的職場 在我們的學校 Amen 讓我們在今天 再一次跟神說 神啊 願你的喜樂 願你的旨意 願你屬神的樣式 在我們的心 讓我們向耶穌你來學習 讓耶穌的榜樣 成為我們心裏面 要效法的對象 無論我們走在哪裡 無論我們面對什麼樣的狀況 或者是面對什麼人 我們都一樣 用耶穌的愛 用耶穌的能力 去完成 去勝過 我們所需要面對的一切 耶穌我們相信 願你來充滿我們意念的時候 我們的口中 我們心中 所發出的言語 都是有主的能力的 Amen 讓我們在今天 讓我們在今天 要用心 用我們真誠的心 敬拜的心 來到神的面前 把最好的讚美 敬拜的祭 獻給祂 能夠遵信 能夠遵信你指引 能夠遵信你指引 是我的勇敢 是我的勇敢向前行 贏我 直到有時我仍會 軟弱 求你帶領我 使我不會再退縮 我需要用你 我需要用你 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 能學你的勇敢 使我的勇敢 使我的勇敢 為你所喜愛的 愛你 使我的生命 能夠掌現你榮耀 是的 求誰來幫助我們 Oh 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夠 和我尊心你指引 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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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話語 宣長在我心 走路上的光 成為我腳尖的 噢 主 噢 主 求你堅固我 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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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擁有 我的力量 使我 得以勇敢 向前進 因我 只好有时我仍会软弱 求祢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祢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却祢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祢所喜悦的耳力 使我的生命能够大显的荣耀 我需要有祢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却祢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祢所喜悦的耳力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的荣耀 使得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让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来跟神说 神啊 我的生命要彰显祢的荣耀 无论是在职场 无论是在家 还是在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这个邻居当中 朋友当中 我们都要彰显祢的荣耀 保守我们的心 保守我们的灵 让我们可以更像祢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好让我一生能却祢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 使我能成为祢所喜悦的耳力 使我能成为祢所喜悦的耳力 使我能成为祢宝的耳力 使我能成为祢所喜悦的耳力 是我的生命能够藏现你荣耀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是我的生命能够藏现你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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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就要像这首歌的敬拜一样 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没有你 我们不能够离开你 我们省之更不能够远离你 神今天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 无论是在荧幕面前 或者是在自己的家里面 甚至可能只是在手机面前都好 神我祷告求你的灵来触摸我们 可能在我们中间有些的你们 因为环境 因为可能你面对的事情 可能你觉得神好像远离你 很远很远很远 你的感觉就是好像 神在我的生命吗 神在我的旁边吗 神就在我的里面吗 我奉耶稣的名 把这种负面的想法 把这种的怀疑 把这种的疑惑 离开你的生命 离开你的思想 我祷告今天 我相信神透过这首诗歌 在呼吁我们 怎样我们愿意让神 充满在你的生命的时候 只要你有那个渴望的时候 我相信神永远都在你的身边 神永远都在你的家里面 神永远都在 你所需要祂存在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神 是那位爱你的神 我们的神是那位无所不在的神 我们的神是那位永远都保护你 看顾你 爱护你的神 只要你来到祂的面前 呼求祂 只要你来到你面前 寻求祂 我祷告今天 让神的灵 让神的能力 再次的来出摸你 再次的让你感受到 祂真实的存在 让你感受到 祂就在你的旁边 如果今天 我在说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的人的话 我鼓励你 高举你的双手 来到神的面前 等我们再唱 多一次的时候 你就跟神说 神啊 这是我的祷告 让我能够真的 更加的靠近你 让我能够学习你 让你来带领我 去冲锋破浪 让你来带领我 进入到神今年 2021年 你要给我的应许里面 我今天 你知道 刚才当我在讲的时候 你知道 你的心 在被触摸 你在被感动 在这个时候 还在敬拜的时候 来到神的面前 高举你的手 跟神说 神啊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求你来帮助我 求你来带领我 求你来引导我 求你来扶持我 神啊 我不能够没有你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 再快一点时间 来信奔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 冷却你的养性 是我的成为你所喜悦 你和你 是我的神秘 能够能够藏现的荣耀 跟大神的向神来宣告 我需要你 神啊 我需要你 神啊 神啊 我需要你 神啊 我们不能够没有你 神啊 我们不能够远离你 帮助我们 好让我一生 都能够学习你的样子 好让我们一生 都能够靠近你 跟你在一起 好让我一生 好让我一生 能够靠近你 好让我一生 都能够靠近你 我们派掌给我们的上帝 跟神说 神啊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上显你的荣耀 让我们的生命当有你的时候 神啊我们就不至于缺乏 当我们有你的手 神啊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坚持 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往前进 圣灵今天你来帮助我们 安慰我们扶持我们每一个 让我们今天等一下 当我们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神啊求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 来钢强我们与我们同在 这样的祷告还是奉耶稣得胜的名求 大家一起说阿们 好不好再次把荣耀的掌声 给我们的上帝阿们 哈利路亚 真的今天我相信呢 我们的生命当有神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你预备好了吗 2021年你的生命 要彰显神那丰盛 百般奇妙的恩高荣耀 在你的生活 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人生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好像在刚过去的这个的小组的 这个的 我们在刚刚过去的星期 是我们一个领袖的聚会 然后神通过伯寿牧师 带领我们 让我们所有的领袖听见 现在真的要remind自己 要提醒自己 现在不是我们惧怕 我们慌张的时间 我真的要祷告奉耶稣的名 把一些慌张 把一些混乱 把一些紧张的这种的心情 心态 挪开在我们的生命 挪开 离开 让这些的负面的情绪 离开我们的家庭 离开我们的人生 为什么呢 因为听好 我们已经活在去怕太久了 我们已经活在那种慌张的 那种的氛围太久了 我们活在那种的 紧张的那种的状态太久了 不要再让你自己 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你知道吗 人很多时候很矛盾 很多时候很容易 很紧张 很容易 很害怕 我这样说 听好 我不是在怪你 我也不是在责骂你们 我在讲的时候 我在提醒自己 因为我真的很多时候 在回想我们人的生命的时候 也回想过去一年的 整个的经历的时候 坦白讲 我们好像没有离开过担心 没有离开过害怕 没有离开过紧张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看 在过去的一年 当疫情发生 爆发的时候 我们都很慌张 我们都很怕 我们都在想 这个那个MCO来了 我们很紧张 不知所措 然后我们就开始 祷告 神啊你来帮助我们 神啊你来扶持我们 神啊你来建构我们 但是当我们一直祷告 我们还在害怕 当我们一起寻求 我们还在害怕 然后甚至我们在当初 想回去一年前多的时候 我们在祷告 神啊求你让你的恩典 让你的福利 令到我们的世界 令到我们的人生里面 求神赶快让科学家 让医学家 医务学家 赶快找到的 Vaccine 我们祷告 然后我们很紧张 很怕 但是当Vaccine出来了 已经现在来到马来西亚了 其实我们 应该要感觉有希望 有盼望 但是我们人就有一个矛盾 一个的软弱 我们又担心 安不安全 我们又担心 听到这些的side effect 我们又开始紧张 要register好 不register好 然后又有很多的评论 很多的论点 又开始出来了 我奉耶稣的名 今天神的话语 要再次透过约耳书 跟你们说 不要害怕 不要惧怕 现在不是你害怕 退后停顿 或者混乱的时间 现在是我们 要欢喜快乐的时间 大神说 阿们 我们要喜乐 各位是说 我要喜乐 我们要有盼望 各位是说 我们要有盼望 因为为什么 神让我们看见 祂在我们中间 很快地要行大事 整体的教会 预备好 将我们一起进入 神为我们 所要行的大事里面 就好像在上个礼拜四 神通过领袖 我们聚集的时候 神通过牧师 带我们看回 约耳书第二章的时候 神在我们中间 一定会行大事 并且什么大事 会在我们中间发生呢 接下来你要真的期待 五顾 五顾 信酒 必要充满 在我们当中 什么意思呢 你一定要看见 缺乏的 你要得到公益 你要看见 软弱的 你觉得你没有的 神一定会让你丰收 并且 神在这个的 约耳书第二章里面 告诉我们说 神只你被偷窃的 神要补给你 就像过去一年 过去的这段时间 可能你已经被恶者 被这个疫情 偷窃了你 许多的东西 听好 神跟你说 祂要补给你们 相信说Amen 神很清楚地 应许我们 我们必定 吃得饱足 我们必定丰盛 我们不会 羞愧 可能当我们在讲的时候 很多人会讲 哎呀 牧师 你不要 只是在 激励我们 motivate我们 No 不好意思 我从来 不喜欢 去 来只是 motivate人 我跟家 很多时候 当我在想 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是真心地 相信 神的话语 神的应许 我们一定会 吃得饱足 丰盛 不会受愧 所以听好 在这个时间 不是你害怕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 更不是我们 停的时间 我们要 求神帮助 我们就像 今年年头 一开始的时候 神已经跟我们说 要坚定信靠他 unshakeable fit 无论任何情况 你都要选择 信靠我们的神 然而今天 我要在这里 继续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若我们要不断地 坚定信靠神 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 从圣经里面 看几个人物 去学习 看中一个 在整个坚定信靠神里面的 这个道路的时候 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让我们在任何的时间 任何的环境 都能够不动摇 坚定信靠神的 这个的能力 在我们当中的话 那个关键就是 我们要一起来看 今天 我们要学习 与神同行 跟我一起说 与神同行 为什么要与神同行 听好 不要因着 过去的 这农历信念 可能我们break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 又远离了 神要我们走的道路 我奉耶稣的名 帮助我们 今天 看中再次的 与神同行 为什么要与神同行呢 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见 第一个人物 他的名字 可能很多人 都不会留意 甚至圣经 记载他的 这个的经文 不多 但是这位人物 很特别 因为神 清楚的 在告诉我们说 他的一生 是蒙福的 他的一生 是受祝福的 甚至呢 神称他为义 神看他为他最好的一个的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圣经的 这个的人物呢 是圣经里面其中 圣经里面 其实很多人 你看的时候 他们这些的伟人 他们都end在死亡里面 但是圣经里面 有两个人 他们是没有经过死亡的 其中一个 名字叫做 以利沙 但是今天 我不是 sorry 是以利亚 但是今天 我不是在讲以利亚 另外一个人 他的名字 就叫做 以诺 跟我一起说 以诺 为什么呢 因为以诺 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说 神因为 非常的喜悦他 神就把他 取去 然后他就不在 这个世界了 听好 他是没有 经过死亡的 换句话说 我看见 以诺的一生 是得胜的一生 以诺的一生 是很多人都渴望 并且很多人都 向往的一个人生 就是没有经过死亡 直接上一道 进到神的祝福里面 我看见他就是一个 得胜的生命 他得胜了死亡 他得胜了 这种很多人 很怕的事情 你现在是不是很想得胜呢 你现在是不是很想 有一个得胜的生命呢 你现在是不是很想 在今年面得胜再得胜呢 我告诉你 以诺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在圣经里面 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 神很清楚地在这段经文说 以诺和神同行 所以神把他取去 他就不在了 但是说阿们 所以你给我们看见了吗 以诺因这与神同行 他得胜了一切 那因这与神同行 神喜悦他 神就把他取去 我告诉大家 2021年 Come on 如果你想要坚定信靠 这位神 在任何的状况里面 你都能够这样的坚定的话 今天你要学习 选择与神同行 因为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 你要看见 虽然你经过死亡的道路 虽然你在挑战里面 神一定会帮助你 让你从这些挑战里面 娶你出来 进入到神 要你进入的地方 但是关键是 你要与神同行 那为什么与神同行这么重要 以诺 他与神同行 圣经里面记载 你觉得 他只是与神同行 一年 两年 三年 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看圣经 圣经里面清楚地说 以诺与神同行 三百年 我在想 难怪 神会把他取去了 难怪 神会 因着他 与他同行 非常的爱他 爱到 甚至 神要把他 带到他自己的身边上 因为以诺 愿意 你与神同行 三百年 听好 三百年 是一个很长 很长的日子 三百年 是你想象不到 你imagine不到 在三百年当中 发生了多少事情 发生了什么的状况 你想象不到 但是 因为 以诺 在这三百年里面 都选择 与神同行 第二 我们都认识了 一个圣经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 挪亚 我们都知道 他最 最厉害的 一个的 这个的事迹 这个的事件 发生在他生命里面 就是 他造了 这个挪亚 挪亚造了 这个的方舟 而这方舟 让他整个的家庭 一家八口 脱离了洪水的大灾难 甚至 不只脱离了 这大灾难 神 也亲自的 在最后 跟他 立定 一个的约定 你知道吗 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知道吗 如果你想 神跟你 你想象 如果神可以 跟那个人 立约 你觉得 是不是 很厉害 你想不想 是不是你 来跟神立约 是神来跟你 立约 你想吗 你想不想 神来到你的生意 跟你立约 说 好 你的生意 我要让你 丰盛 一直的成长 到永远 你知道吗 罗亚是圣经里面 很少数的其中 一两个人 是神 来到 他的生命里面 最后跟他立约 并且用了彩虹 做这个约定 所以今天 到今时今天 我们还看到 神与罗亚的 这个约定 厉害吗 为什么 神可以 在 罗亚的生命里面 行这样的大事 很简单 圣经里面 也一样的 在创世纪 六章第九节 我们来看 这段经文 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说 我们一起来看 这段经文 说什么呢 他在说 罗亚 是一个义人 当时候 神也看 他是一个完全人 因为 罗亚 和神 同行 哇 看见了吗 与神同行 为什么这么关键 是因为那 让罗亚们 得着保护 脱离灾难 承受 应许 第三 圣经里面 另外一个 在信誉里面 一个人物 他的名字 叫做 保罗 我们都知道 保罗的生命 一生都被神使用 影响了 许多许多的人 但是今天 我们要来思考 为何 保罗是一个 只是你和我 一样性情的一个人 但是他的生命 却影响了 许多人 帮助和祝福 许多的教会 甚至 在那个时代 做了一个 没有人 可以做的事情 我觉得在当时候 是不可能发生的 就是在他的人生里面 他成功完成了 三次的宣教旅程 听好 为什么我说 这个是一个 不可能的任务 在当时候 没有很好的 这些的交通设备 很多时候 保罗要去一个地方 去另外一个地方 去另外一个地方 他都是靠着 不行 没有汽车 没有跑车 没有Lamborghini 没有大车 来载他 去这里 去那里 甚至不要想往 用飞机 或者是直升机 来载他飞来飞去 保罗 在他的整个的 船福音的生涯当中 他就是靠着走路 或者是骑驢子 好一点 坐船 但是你不要以为 以前的船 跟现在的船 你要知道 不可能的 是一个很难 很难的一个任务 他宣教的旅程 不是只是在 KL一个地方 这样宣教 他宣教的那旅程 是遍布在中东 甚至去到欧洲 为什么保罗 可以这样呢 因为我们看见 保罗悔改后 在他的服事生命里面 常常与神同行 跟我一起说 与神同行 怎么看见 保罗能够在他服事生涯 常常与神同行呢 如果你认识他 你看他的服事的时候 保罗是常常听 圣灵 神给他的声音 神的话语 神要他去这里 他去这里 神要他往这里去 他就往那里去 这给我们看见 与神同行 这么重要 因为第三 他会让你蒙福 充满影响力 你想不想蒙福 你想不想充满影响力 你想不想神使用 你的生命 你的家庭 来影响 帮助更多的人 你想不想 你的生意 你的工作 充满爆炸力 影响你 想着跟神说 神我要 然后举起你的手 说阿们 听好 那我们接下来 继续看见的就是 可能有些人就会问 你不是 你只讲与神同行 对啊 我都听了 怎样能够与神同行呢 接下来我要带你们 看见与神同行的 必须要的 几个很重要的条件 No.1 若你想要与神同行 你必须要有一个 谦卑跟随的心 跟我一起说 谦卑跟随 为什么说 谦卑跟随呢 因为所有 要与神同行的人 第一个条件 你必须要 存谦卑的心 为什么 因为呢 你若要与神同行 你在生命的自我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 有很多的自我 一定要让这个自我呢 降到最小的一个程度里面 怎么说呢 因为常常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以为 我们有很多自己的经验 知识 使到我们很难 去听 去跟随 去跟神 走在一起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 你不能与神同行 不是你不好 不是呢 你不是 不是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误解 因为我不是领袖啊 因为我不是 Pastor Daniel啊 我不是Dubman啊 我不能啊 听好 是很多时候 因为你的想法 拦阻了你跟神同行 你的以为 拦阻了你跟神同行 你的experience 你的知识 拦阻了你 跟神同行 甚至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不愿意 把主权叫出来 简单来说 你不愿意 把你的主权 甚至 现在 是一个很看重 自主权的一个的 一个的社会主义 很多时候 很多人讲 human rights 当然 human rights 我没有against它 但是当一个人 过高于 崇拜 human rights 多 真的 把human rights 过于高崇 他的手 崇拜他的手 human rights 会拦阻你 walk with God 你会看见 你过于 看重自主权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与神同行 因为 自主权 看重自主权 看重过于崇拜 human rights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 人的骄傲 人的自以为 人很多时候 都会很喜欢 按照自己的想法 行事 你不信的话 你去看看 现在的教导 现在的提倡的东西 现在的言论 都是很看重自主权的 求神帮助我们 怎样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能够不一样 就是当我们愿意谦卑顺从 与神同行的时候 你就不一样 相信的时候 Amen 求神帮助我们 看见 为什么 当我们谦卑跟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与神同行 很简单 圣经里面很清楚 如果你记得一个 很出名的记载 彼得跟门徒们 当他们没有遇见耶稣的时候 他们是一群渔夫 很有知识 很有学问 很有经验的一个渔夫 但是有一天 却他们打鱼打勒 劳累了一整夜 神经里面清楚地记载 从早上到下午 一个的收获都没有 在他们那时候 很垂涮地回到岸边 不往收拾的时候 就好像可能现在 过去一年 你劳累了一整年 你在你的生意 在你的工作 在你的家庭 可能你觉得没有收获 你可能用尽了 你所有的经验 你的知识 你的办法 可能你真的想放弃 彼得和门徒那时候就这样 他们还没有遇到耶稣 然后呢 但却在他们人生 最低谷的时间 听好 人的尽头 是神的开始 相信的时候 阿们 当他来到人生罪 他低谷的时候呢 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 耶稣上了他们的船 然后耶稣在他们船上 讲道 教导了许多人 教导了许多人的时候 看着他们 开船 往水深之处 去下网打鱼 彼得跟门徒们那时候 还没有认识耶稣 听好 他在想 这人是谁啊 叫我们下网打鱼 哈喽 有听错吗 我们刚刚才打鱼打了一整天 不可能的啦 耶稣 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自以为肯定在那个时候 漂浮在他们的脑海当中 就好像现在 在这个疫情 都围绕我们的手 甚至这么凌乱的 这个时间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 Come on 哎呀 不要讲做生意了 不要讲赚钱啊 能够维持生命 维持生活 都哈利路亚了 听好 彼得跟门徒们 他放下他自己的 human rights 自己的自主权 放下他自己的经验 想法 他们选择谦卑 跟随耶稣的吩咐 长话短说 我们都知道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把网 一刹在深水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一把网 拉上来的时候 满载而归的祝福 领导他们的生命 给神一个荣耀的掌声 Come on 拜扎给神 你听 你看见了吗 当我们愿意谦卑 跟随耶稣的吩咐 神的吩咐 其实我们就同等于 让我们自己与神同行 甚至 我在 最近我听到 一个生意人 跟我分享见证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 他说 什么林凤 在回到去 过去 不懂 2018还是2019 应该是2019年 他讲 他在因为那时候 他在经营生意 当然生意 在那时候 还是只是在 成长的过程 大过程 然后他因为 在那时候 参加了一个套会 他那时候愿意付钱 然后付代价 从吉伦波 然后坐飞机 跟我们的教会团队 一起去到 那时候他跟我说 他去了印尼 Mama Sharron 参加了那个 一个business conference 他跟我说 在那时候 他本来纯粹只是 一个 因为顺服神 然后呢 顺服领袖 吩咐说 在这套会 我相信 神未来 在我们生意人的生命里面 做很多的改变 调整的工作 然后他就愿意 这样的去参与 然后他就在那 conference的 好像是 如果没有记住 最后一天 最后一场信息 神就很轻声地 他说 他听见神跟他说 你的生意 要做这样的决策 你要在你的投资里面 做一个 这样很重要的决定 其实在那时候 跟他讲的时候 他听了 他就想 我是不是听错了 他也有 撒那间的怀疑 然后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 做这样的决定 是蛮危险的决定 因为那时候 他有一个的声音 跟他说 你要这样的投资 但是他所要投资的 那个东西 是在那个时候的 market price 最低的时候 他就在想 我要做吗 等下再做 他又在下呢 他就在跌呢 或者是 他所投资的东西 不好怎么办 他就跟他的朋友 同伴分享 他说 刚才 神跟我这样讲 他同伴听了 也没有讲 给他回应 就觉得 是不是你自己 还是什么 可能他的同伴 有这样的反应 我不知道 但是他告诉我说 当他愿意谦卑 我看见当他愿意谦卑 跟随神的吩咐的时候 他就让他自己开始 在他生意上 与神同行 当他愿意谦卑 跟随与神同行的时候 我告诉你 神跟我分享 在过年前 他跟我分享 知道吗 他在2019年 所做的事 决定 让他的生意 让他的生意 成长了 超过百倍 给神一个荣耀的掌声 拜托 给我们上帝 听好 你看 他不是在 参加了什么的 business talk 虽然他参加了一个 business conference 但是他不是在 那个整个conference 他不是听了什么的技巧 他不是听了 什么的knowledge 当然听好 我不是不agree 我们去学习 你一定要有一个 渴望学习的心 但是当你渴望学习的心 加上你愿意 与神同行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的生意 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 会有这个的 丰盛祝福 无处可容的 这个的祝福 会领到你的生命 相信说 Amen 第二 怎样能够让我们 能够与神同行呢 很简单 不要觉得 与神同行 这个的 这个的动作是很难 然后呢 很属灵 然后如果 哇 要那种 常常飞在空中的人 才可以与神同行 No 不要被 人的这个肉体想法 常常来 骗你 欺骗你 觉得 哎呀 你这个人不属灵的 不可以与神同行的啦 Come on 你不要开玩笑了 我告诉你 其实当 你愿意 怎样 你就可以与神同行呢 很简单 第二 当你愿意 与神 同 心 跟我一起说 与神同 心 真的这么简单吗 巴士说说 与神同 心 阿摩斯书 三章三节 这里清楚 很清楚告诉我们 恶人若不同 心 怎能 同 心呢 换句话说 当你愿意 与一个人 同 心的时候 你一定要 愿意 与他 同 心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吗 就是这么简单 若愿你 与神 同 心的时候 你 必定 就能够 与神 同 心 就好像 当你 跟一个人 发展一个 关系 当你 进入一个 恋爱的 当中的时候 我问你 你怎样 能够跟着 伴侣 走一扇呢 很多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是个 很难的工作 No 只要 当你愿意 不断地 跟你的 另外一半 同心 你就能够 同心 但是 人有一个 迷失 常常 不知道 怎样 同心 与神 同心的意思 让我们 愿意 同心的意思 就是 什么呢 第一 你与神 同心 就是你 不断地 使自己的 生命 与神的 旨意 一致 你只需要 每一次 让你的 生命 调整 跟神的 旨意 一致 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 就是 很正常 很正常 It's normal 但很多时候 我们有自己的 想法 和自己的 以为 我们有自己 想要 想要做的 东西 正常的 不代表 你不属灵 不代表 你很软弱 不代表 你很糟糕 因为人 神造人 不像 神造一个动物 不像神造一个机器 人跟动物 跟机器的分别 在哪里呢 人跟动物 跟机器的分别 就是 神给人 一个自主权 神给人 一个想法 所以你会想东西 It's normal 你不会想东西的时候 你才有问题 但是 我们人很多时候 当因为自己 有自责的东西的时候 自己的挣扎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我们很软弱 我们很难 我们很不容易 要跟神同心 然后要跟神同心 很难 这里我告诉你 当你愿意 要与神同心 只是 你不断地 不断地 align 你的意志 你的思想 跟神的意志 一样 相信地说 Amen 你只需要愿意 align 然后同时间 怎样能够与神同心 就是 你凡事在你的生命里面 以神的心 为心 但是很多人 就是不明白 什么叫做 以神的心为心 很简单 不是叫你 真的 把你的心挖出来 然后把神的心 放在里面 以神的心 为心的意思就是 你常常让你的心思 去顾念神的事情 多过别的事情 你常常学习去想 神所想的事情 你常常在你的生意 在你的工作 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学问 在你的学业 你去想 神会怎样做 神 如果 神现在在这个事情里面 神要你做什么事情 并且 什么叫做 以神的心为心 就是你行神 所要你行的 就好像刚才 我说的 例子 那个生意人 对一般上很多人 的时候很多人觉得 生意人可以属灵吗 生意人可以 很爱神吗 很多人都觉得 生意人很难 但是听好 怎样你单纯的 以神的心为心 与神同心的时候 你就可以与神同心 什么叫做与神同心呢 第三个 给我看见就是 当你愿意 常常的 把你自己 藏在神里面 就好像约翰福音 十五章四节 这里讲到什么呢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要藏在你们里面 换句话说 当我们只要愿意 intentionally 就是你自己主动的 intentionally 就是你刻意的 常常的 跟神沿接 寻求他 依靠他 神就会跟你同行 相信的说 阿曼 所以不要觉得很难 就好像圣经里面 有一个例子 亚伯拉罕 你说嘛 亚伯拉罕 为什么 他可以成为 多国之父 神职呢 他的后裔 是堕如 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 在亚伯拉罕的 生涯当中 他只是 跟你和跟我 都一样的 他会经历很多的事情 他会有很多的烦恼 我相信是 一模一样的 因为神职 当你愿意要更多的时候 你肯定 烦恼更多的 听好 很多时候 人就有一个矛盾 又想神祝福我们 又想神 让我们更多 但是当我们拥有 更多的responsibility 当我们拥有 更多的东西的时候 肯定会有 更多的烦恼 但是我们又开始埋怨 又开始在那边 讲很多的东西 但是听好 亚伯拉罕 为什么 可以 领受 承受神的应许 是因为 我看见亚伯拉罕 愿意 与神同心 然后他就与神同心 怎么讲呢 就有一天 当他已经拥有了 一切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很富有了 那时候 只是在他身边缺乏 一个东西 就是他们没有 自己的孩子 神就跟他说 亚伯拉罕 你看 我给你的后裔 毕竟 堕鲁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 然而 你要做一样东西 你要离开 你本地 本族 本乡 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的时候 跟他说 你要离开你的本地 本族本乡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 去 亚伯拉罕的时候 是什么都有了 如果我换句 我们想象 如果那个人是我们 神跟我说 你要离开 现在的地方 神 我有没有听错 我们自己的思想 想法 肯定会来的 神 你要我离开 OK 我离开 但是 神接下来说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 去 但是神没有明确地 跟他说 去哪里 神没有跟他说 你要去到某某国家 你要去到某某地方 圣经里面 No 只跟他说 离开就是了 去哪里 走了 走哪里 不logic 不make sense 你知道吗 神啊 我有一大堆的东西 在我后面 我有一大堆的责任 那时候他已经 是一个很富有的生意人 他有很多的产业 他有很多的工人 他有很多的事情 要去管理 神啊 不是这么容易走的 神 不是这么容易干的 神 这就在 reflect reflect我们人生 反映我们人生 很多时候 为什么你不能够 与神同行 不是因为你不能 是在乎你 愿不愿意 与神同行 亚伯拉 我相信 当他听到这样的时候 他知道 在他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神 他就愿意 跟神同心 并且同行 当他把神的事情 成为他的事情 把神的吩咐 成为他的吩咐 就算看不清楚 前面的方向 听好 你知道吗 很多人常常 会有一个问题 我怎样知道 这是神要给我的道路 我怎样知道 神现在要我跟 都不清楚 很模糊 我看不见前面的前景 我看不见前面的道路 我就不跟了 很多时候 人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还要继续在教会吗 我还要继续 听神的话吗 我还要继续跟随 牧师领袖们的吩咐吗 我还要这样 傻傻 去跟吗 你不要当我 三岁小孩子 我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有自己的事业 我已经有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的东西了 林峰 我不是神年前的中学生 可是有些人 常常会这样讲 林峰 我不是神年前的 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 何凯文 没有了 你知道吗 现在我有家庭了 我有6 pack 你懂吗 没有了 开玩笑 我告诉大家 听好 求神来让亚伯拉的生命 来reflect 来反映我们自己的生命 有时候神的代理 真的 你会看不清楚的 就好像亚伯拉 他是看不清楚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但是当他愿意与神同行 他就能够与神同行 他就进到神的祝福 之后 他真的成为多国之父 给神一个荣耀的财神 Come on 要拍掌就拍 更大声的给神 我的领受 你要看见 亚伯拉的应许 亚伯拉的祝福 是神要给你的 然而 你愿不愿意 第二 与神同行 而最后 我在准备这信息 我在最后的时候 神给了个感动 我能够怎样 能够与神同行呢 其实很多时候 最后一个关键就是 在乎你的选择 跟我一起说 你的选择 为什么说选择 就好像刚才 我在整个的信息里面 其实我都在 带过一些 这个关于选择的 这个point 怎么说呢 因为听好 人永远有的选的 但是你愿不愿意选择 跟神同行呢 不要再给自己很多的借口 不要再给自己很多的理由 说 哎呀 我不能的了 其实不是你能不能 是你要不要 其实不在乎呢 你可以不可以 是在乎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让你自己 与神同行 你要不要 让你自己的生意 你自己的家庭 你自己的工作 与神同行 你愿不愿意选择 站在神那边 还是选择 站在世界那边 像圣经里面 有一个 一个的经文 在生命纪 应该没有记错的话 不懂是32章 还是28章 这个中间 神在那段话 有很轻易的说到 我已经把祝福 我要给你们的应许 我要给你们 所要成行的 这个大事 摆在你们的面前 但是 你们自己 要选择 你要站在祝福里面 还是你要站在 世界里面 你要站在神里面 还是你要站在 人的教导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 你要design 你要选择 就好像今天 最后我用一个例子 来结束我今天的 整个的分享 就好像怎样能够 与神同行呢 其实 我们都知道雨伞 雨伞的function就是 给我们保护 对不对 然后呢 雨伞的function就是 当下大雨的时候 我们不会变成 罗汤祭 雨伞的这个function 就是当太阳爆晒的时候 我们拿起这雨伞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被太阳爆晒我们 所以我还记得说 雨伞的供应的时候 就好像给我们生命 一个的保护 一个的祝福 然后呢 甚至呢 让我们呢 能够在这个的雨伞的下面的时候 我们能够不受任何的攻击跟伤害 但是听好 就算我给你一个很好的雨伞 你不愿意首先把这雨伞拿起来 它是没有益处的跟你的生命 人就是这样啊 很多时候 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与神同行 却在这雨伞已经在了 但是 我们还在买 哎呀 为什么这么热啊 这么塞啊 然后下起雨的时候 哇 很倒霉啊 今天 落通街啊 但是听好 却没有看到 雨伞就在你的身边 所以 首先 你要在太阳的暴晒 或者是下大雨的时候 你不会被落汤记 你不会被晒伤 你一定要做一个选择 你要做一个选择就是 你要把 让你自己拿起这个雨伞 让你自己在这个雨伞下面 还是你要在雨伞外面 对吗 就好像 你要选择今天 你要让你自己与神同行 在神的同在里面 就有保护 就有供应 就有祝福 谢谢说Amen 但是 很多时候我们却 想自己站在外面 站在世界 听好 当我们愿意选择 我们就好像把自己 拿起这个雨伞 与神同行 并且呢 我们要放下自己 愿意在他的保护之下 就算有一下 你还是 我这样拿 我用自己的方法 用雨伞 可以吗 很多时候用雨伞 一定要这样吗 你代表什么 我看见就代表一个 谦卑 让其实这个雨伞 真的能够保护你吗 它可能保护不到很多了 你会觉得 哎呀 这个只是一个很薄的东西 但是你愿意放下 自己的一些的想法 让这个雨伞来保护你 然后审职 你要怎样呢 你愿意 你愿意黏着这个雨伞 不要离开它 就是你要愿意与它同行 当我们愿意谦卑 当我们愿意与神同行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与神同行 相信地说 阿们 而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 无论我们去到哪里 无论我们走在哪里 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 在哪一个的场合 我们都看见 神的保护 神的保守 神的供应 神的祝福 会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相信地说阿们 所以听好 让我们今天 看重 让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一切 都与神同行 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 会看见 unshakeable fit的 这个的恩高 就会领到我们 我们就看见 当我们拥有这样的恩高的时候 2021年 神要在你的生命 神要在你的家庭 神要在你的福事 在你的一切 成就大事 相信地说阿们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最后 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 我们来思想 今天神在这个分享里面 神给我们的提醒 神给我们的教导 神给我们的吩咐 好不好 当我们用这个诗歌 去敬拜神的时候 我鼓励你 敞开你自己 来到乡神来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你点中 线上清白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你点中 天上清白 天上清白 顶尽在你的容泪 心上一切变冷淡 除你意外 我还能有谁 跟神说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头台里 能不能自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里 我哪都不想去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面中 线上清白 全心全意来爱你 能不能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头台里 能不能自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点中 线上清白 全心全意来爱你 当我们再重头再唱的时候 让这首歌承你的祷告 跟神说 神啊 我们真的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 这个的祝福帮助 哈利路亚 让我们顶眼 看了就是神力的荣美 神要让我们专注的 来到跟你同心 我还能有谁 大圣的跟神说 能不能 神要让我们 一直都在你的同在里面 让我们一直都跟你同行 同心 让我们放下自己 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更多的谦卑地跟随你 更多的跟你同心 选择去跟你年轻 选择去跟你一起 跟大圣 跟高圣的高军人 所说 神啊 能不能 能不能 想让我们 都一直的跟你同行 让我们一直的 都在你的同在里面 能不能 祝我力量 让我们都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面中 千少敬畔 全心却依赖 更高顺的 更肯定的来唱 大圣的来跟神说 神啊 我们真的要 在你的同在里面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面 神啊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使我力量 让我们有点力量 来谦卑自己 来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面中 千少敬畔 全心却依赖 来爱你 你就是大胜的来跟神说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面 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面 能不能 自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面中 千少敬畔 全心却依赖 千少敬畔 千少敬畔 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眼中 先向清白 全心全意来爱你 这段时间我鼓励每个 今天在视频面前 所有的CYC的members也好 还是你第一次在我们中间 参与我们聚会的朋友们 也好 我的感动神今天在2021年 这三月份里面 神真的是要再告诉我们 祂要在我们中间行大事 祂要在你的生命 祂要在你的生活 祂要在你的工作 职场 everything 行大事 现在不是你害怕的时候 现在不是你逃避的时候 现在不是你放弃的时候 现在更不是你远离的时候 神今天呼吁我们 让我们相信 祂会在你的生命里面 行大事 然而你若要看见 你要他行大事 你必须要愿意 好像以罗一样 好像罗亚一样 好像保罗一样 在我们的生命 在你的一切 与他同行 与神同行 不要再认为 与神同行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很玄的一个事情 No 只要你愿意今天千倍地 跟随他 跟随他 与神同行 选择 跟他在一起 我告诉你 神的保护 神的供应 神的祝福 就会累到你 我感受到 在 我们前面 这些的会友 我的家人们 可能你真的在一个失望里面 可能你真的是在一个 很 很脆弱的一个的情况里面 耶稣跟你说 孩子 回来吧 跟着我吧 来到我的身边吧 不要再选择走自己的路 不要再选择 在外面徘徊 回到 我的里面 跟我同行 你若能够怎样 跟我同行 你就怎样跟我同行 若能够怎样跟我同行 你也一样可以 这样跟我同行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 知道神在跟你讲话 甚至你在这个 分享里面当中 你发觉有一些部分 你在学习 在软弱都好 It's ok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你今天你知道 你需要回应神 我鼓励你 等一下 在这个聚会的结束的时候 会看到我们有一些 同工已经预备好 在这些Zoom Prayer Room里面 等待 来祝福你 来帮助你 来跟你一起 扶持你 与神同行 你就等下呢 我鼓励你勇敢的 Click进这个Zoom Prayer Link里面 让领袖们 让同工们 跟你一起同行 帮助你 跟我们的神同行 为你祷告 你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部分 软弱 我鼓励你勇敢的来 向我们的 祷告同工表达 我相信神会 亲自的来帮助你 Amen 我鼓励等下 在祷告结束过后 你进到这些Zoom Prayer Room 让神通过这些领袖 来为你来祷告 然而同时间 我们还没有在 这个时间的时候 我鼓励你 如果今天 你知道神在跟你讲话 我希望为大家 来到带领大家 跟大家一起来 向神来祷告 如果你要的话 你就把你双手 放在心上 甚至如果今天 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 我鼓励你 如果你想要 这位真神来帮助你 我鼓励你 只要你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耶稣就能够成为 你的真神帮助你 你就把你的双手 放在心上 跟着我 在现在这个 这个时间 跟着我闭上 我们的眼睛 我来为你们 来祷告 你跟着我 祷告就好了 我来为你们祷告 然后让你 为什么要闭上眼睛 听好 不是在做什么 只是要让你 专注的 来到寻求神 我鼓励你 不要被环境 来影响你 就这时间 我们低下头 我们闭上 我们的眼睛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 我求你 这个时候 我奉耶稣的名 让你的圣灵 现在充满在 我们当中的 每一个的家人 每一个的会友 甚至我们的朋友 是要让你 真实的同在 真实的感受 现在 临到他们的生命里面 是要让他们 从今天 让我们每一个 CYC的家人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 从今天开始 我们学习 与你同心 让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一切的事情上 都与你同心 求你帮助我们 谦卑地跟随你 放下自己的想法 求神 你让我们 跟你同心 好 让我们 能够跟你同心 甚至帮助我们 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让我们选择 走在你的同在 选择跟你同心 而不是跟世界同心 让我们选择 跟着你一起 而不是跟世界一起 神要求你 来帮助我们 这里每个人 在我们当中 他需要你的 就要他们缺乏的 他们不足的 他们没有力量的 我奉耶稣了 现在来钢强他们 来给他们力量 就好像这首歌 所唱一样 只要他们渴望 神啊 你就能够帮助他们 进到神力的同在里面 神求你 来扶持我们每个人 今天让你的信心 让你的话语 来鼓励我们 来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热诚的祷告 真心的祷告 那是奉耶稣得胜的名求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不好 让我们给神一个荣耀的掌声 看吧 阿们 所以今天 鼓励你 学习继续的与神同心 阿们 上帝祝福大家 最后 我们也在这个时间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做一个约定 让神今天 透过我们一起守这个生产 把今天这个的话语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约定 好不好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 你就拿起你手上的这个的饼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守这个生产的时候 代表我们愿意今天不只听 不只去愿意的接受 我们愿意用行动上 跟神做一个的约定 代表我们愿意相信领受 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所以首先 当我们手上拿起这个饼来 圣经清楚的记载 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吃这饼的时候 就代表说 我们愿意 接受神为我们 所献上的生命 让祂永活了生命 领到我们的生命 领到我们的生活 领到我们的家庭 我们一起先来 领受这个的饼 一样的 当我们喝这杯的时候 神的话语 很喜欢告诉我们说 耶稣吩咐了门徒 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 为了要纪念祂 所做 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 为什么想要我们纪念祂 因为当我们纪念祂的时候 就代表说 我们愿意相信 并且也一样的领受 祂所为我们成就的 十字架上的大能 也要领到进入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今天 我们在神面前 愿意跟祂约定说 立志说 神啊 求祢帮助我们 跟你同心同心 在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一切 与祂同心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喝这杯 我们一起来做最后一个祷告 耶稣我们相信今天 我们已经在祂面前 立志哥的约 并且接受 祂为我们所拯救的一切 更加重要 让我们坚定的心靠祂 在2021年 祂会在我们中间行大事 求神祂帮助我们 保守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 在今天的分享 今天的信息里面 得到祂的帮助 与我们同在 这样的祷告 还是奉耶稣得生的名求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不好 愿上帝的爱 愿上帝的话语 继续的来鼓励你们 帮助你们 让我们一起 继续的与神同心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